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得到教会的安排要来做见证的时候 一直到现今这个时刻 我都不知道我要如何来做这个见证 如何来向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 但我感谢神的是 我现在知道问一句话 就是说耶稣我该怎么办 包括做这个见证 刚才我就在我的心里面 我就问了我说耶稣我该怎样做这个见证 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如何来组织 如何来向大家来述说这件事情 其中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 王玲也就是我太太 她对这件事情 在她的心里面 在她的灵里面 都是一个难以 难以启齿 或者说难以用一个平复的这样一个心情 来述说的一件事情 但是 大家轻松一下 但是我想 之前我做见证都是 都是这一个 姓隋 这个 曾经做我一次见证是姓毛 今天我要再做回姓隋 什么意思呢 当然知道毛隋 自见 所以说我姓我做回一位毛 就是说上一次是我做了一次会自见 就是说是自己站出来做这个见证 但这一次呢是姓隋 就是我来跟随 来顺服教会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安排和邀请 我也相信 这是一个祝福 我们家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今年 接近四岁 在8月10号 四周岁 我们这个孩子呢 有一个名字 我想愿意从他的名字开始 来给大家有一个分享 我们的孩子的中国名字 当然他姓陈 因为我姓陈 他的名字叫圆恩 两个字 圆恩 圆是圆圈的圆 圆头的圆 恩是恩典的恩 就是我起这个名字 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源自于神的恩典 这个孩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 其实在孩子出生之前的 三年左右的时间 应该在三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名字就已经起好了 就在我的心里面 我相信是神的灵来感动我 来将这个名字来赐给我这个三年之后才出生的孩子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在三年之前的时候 我的太太王宁 她经历过一次手术 可以说是数次的手术 同样的一个问题 经历过数次的手术 这是在这数次手术的第一次 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在这个手术 实际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王宁的这个手术 面临着一个情况就是 之后不可能再有孩子 所以我在为王宁来祷告的时候 在他的手术来祷告的时候 我的灵里面就像 就这么一个意念 我想 神啊 这个事情是在你的手中 我来恳求你 能够让王宁的这个手术来成功 不至于以后 不能有孩子 我想如果这个孩子 如果是说你让王宁的这个手术成功 让王宁能够再有孩子的话呢 我想这就是你的一个恩典 我就立意想到说 这个孩子会有一个名字 就是源自于你的一个恩典 我记得在 在这个推敲 在这个权衡 这个孩子的名字 到底是什么名字的时候 已经定了这个意思 就是来自于神的一个恩典的名字 其实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 或者在意念里面 就有两个可能的选择 一个是就是源自于神的恩典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本于神的恩典 其实同一个意思 本恩 其实本恩 也是圣经 圣经里面的 这个原来的这个字意 就是说我们得救 是本不恩 也因着信 甚至当时我还想 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 我就想一个是本 另一个就是因信 但最后我想 我还是选择了这个原恩 当然这里面有我的一个 个人的 对这个名字的这种发音的 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孩子的名字 就这么浮现在 我的这个意念当中 之后 王宁又经历了一次手术 因为那次手术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手术 不单单是失败 而且那一次手术 变成了两次 还是一个失败 所以之后 这个手术之后的 两年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那个伤口要愈合 再进行其他的手术 或者是 为了说这个说明 还是把这个 主要这个事情 要说得清楚一点 就是说子宫肌瘤的一个 它是一个子宫肌瘤 那么面临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要切除子宫 所以这是 就是说不可能有孩子 这一个可能性 为什么当时的手术失败呢 因为王宁的这种情况 是非常的特殊的 一种子宫肌瘤 一般的子宫肌瘤 似乎是单个 或者不是很大 可以用微创手术 或者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手术 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来取走 但是王宁的这个子宫肌瘤 既是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 又是多发性的 这个就是在一年多之后 在中国进行了 成功的摘除的手术 我们才知道最大的一个 是接近一磅 应该是超过一磅 附带有两个是不到一磅的 整个摘除的个数 是在60到70个 这是那个情况 因为我看见过 就是当时这个摘除手术的医生 把最后切出来的时候 就让我过去看 我就看到了 就像葡萄串一样 这是那个比较小的 但是这次手术非常的成功 我也非常的 当时非常的感恩 也非常的激动 但是我记得在这个手术 等候的这个房间里面 我紧紧的 就是当这个医生报告说 手术成功的时候 我紧紧的抓住了 我岳父的手 我岳父 他最后还跟我岳母 还有王宁说 我抓他的手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所以手术成功之后 我们在这个手术成功之后的 这个两年 正好两年的时间 因为这是医生建议的时间 就说手术非常的成功 但是呢 你们想要孩子的话呢 必须在两年之后 才能够可能 因为这个 整个子宫需要一个回复 伤口需要一个愈合 你才能够要孩子 所以在两年之后 就是在2010年的8月10号 2010年的8月10号 我们这个孩子就诞生了 当时我在手术室里面 因为这个诞生 还是通过手术 来将这个孩子取出来 因为王宁的这种状况 毫不顾忌 毫不避讳地 来喊出 向神的赞美 其实这个孩子出生之后 给我们全家带来 非常大的安慰 也给我们非常多的喜乐 但令人感觉到比较 就是说令人令人不解的 或者是令人觉得说 在一个喜乐的这样一个消息当中 随着孩子的成长 我们却发觉这个孩子的眼神 他的表情 他与人的沟通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 特别是王宁就在这个网上 就 就着孩子的这一些现象 他就来搜索 是什么意思 所以 很快他就在怀疑 这些孩子在一岁 一岁左右的时候 他就 一岁多的时候 他就可能怀疑 说这个孩子是不是 有这个自闭症 因为按照孩子的这种 这些特征 或者这些表现 当时我是一口悔疾 我说不可能 我说 我说 我认为这个孩子 可能是他的性格 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 不太善于与人眼神沟通的 因为我说 我 其实我 反而比较喜欢这样一个孩子 就是一个安静的 说话不多的 非常 非常这个 叫 叫那个 就是非常安稳的 这么一个 一个性格 所以我非常喜欢 但是随着孩子 继续的成长 他这个表现 反而是越来越突出了 以至于后来 王宁就 就说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检查 就是按照 按照这个 这个 诊断的 这一个 一个 步骤 来 来做一个检查 其实后来我想 那 那 我也 其实我也发觉到孩子 后来我也发觉到孩子的 这个 图书的这样一个 不是跟一般的孩子 一样的 这样一个表现 所以我就同意了 我们是在 孩子是在 20 就是去年的2月份 就是孩子两岁半 确诊 孩子是自闭症 并且是 当时的这个情况 是属于 这个比较严重的自闭症 那么它的表现就在于 眼神是跟你是回避的 很少有眼神的沟通 另外呢 就是说是 完全是自己 在一个地方 自己跟自己玩耍 一个玩具可以玩 非常长的时间 等等等等 还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现象和特征 但不管怎么说 就是在明年的 去年2月份 这个孩子就确认 确诊 是自闭症 其实确诊之后 我心里面 还是没有太多的 这个感受 因为毕竟对这个 我也是不认 不是特别了解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我知道 王宁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非常的在意 并且他的压力 他的心里的压力 非常之大 因为我 经常就是在那个时间的前后 特别是之后 确认之后 我经常听到 他每次在冲凉的时候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的哭声 其实我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 更多的来体会 王宁作为一个妈妈 她如何在这个孩子 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她的感受 但我作为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 一个男人的话 可能我想对这个问题的感 感受是比较迟钝麻木的 一直于我就觉得说 你太软弱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对你有这样大的一个压力 这样大的一个 一个 就是说解不开的一个结 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 跟我们跟这个孩子的相处 我也越来越感受到 其实 我是 我是没有 就是从人的这一个 就是可以想象的 可以做的 这个层面来说 我没有 真正的去 就是说 为这个 孩子的 就是说 不正常的这些举动 来做一个 做一个思考 做一个 就是说她 这样的一种状况 如何来成长 如何来入学 如何来在她 这个成长 长大之后 怎么样一种 自理 我想都没想 但是王宁 我相信她 在这件事情上 所面对的 所承受的压力 恰恰在于 她为孩子做了 比较多的 这个 长远的 比较长远的 一些思考 我相信她在 这个孩子身上的 爱 的 倾注 远远 大于我 在这个孩子 爱 这个身上的 爱的 倾注 今天王宁 没在场 实际上 我真是 可以说 我完全来 体会 我也 应该 来体会 她因着 这个孩子的 状况 所 蒙受的 这个压力 和我的误解 我还是说 我愿意在 神面前 我要 为着我的 这样一个 麻木 为着我 对王宁 的一种 不理解 我真是 在神面前 要来承认 我的罪 但不管怎么说 我始终 没有忘记 我的孩子 叫什么名字 我始终 没有忘记 这是神 赐给我们的 一个恩典 虽然 虽然我们在 在经历 这些事情 从孩子 确诊之后 我们要开始 训练 开始来 找这个 就是训练 我们的人 我们都是 都是 非常的 挣扎 我们也非常的 不知道 怎么样去做 我们就是 不知 我们完全是 无知的 就是在这方面 完全是空白 包括 这个信息 包括 找所有的 任何一个人 如何来帮助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 我们的神 却在 这件事情当中 一直在带领着我们 我非常的坚信 神一直在带领着我们 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在我还不知道 说耶稣 我怎么办的时候 之前我都没有问 耶稣我怎么办 我没有这样问 但是神 从我们孩子 入这个托儿所 到找所有训练 我们这个孩子的 专业的人 人士和机构 都是非常的 就是在我们 没有花时间 在我们没有 做太多的 这个付出的时候 神都为我们 预备好了 并且是上好的 是上好的 也是刚才 见证的姐妹 所说的 所提到的 圣经里面的 神的应许 神说 我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每每想到 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亏欠 最不能够 最不能够 接受的 就是那个爱神的人 其实我不是 那个爱神的人 但是神却 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让我这个罪人 让我这个不爱神的人 来得益处 具体的说是 神如何来为我们安排的 两岁半 孩子两岁半 要进入到 这个daycare当中 托儿所当中 因为这样的孩子 更需要 在更多的人群当中 来成长 所以进入到 这个托儿所 就 甚至是 就是说 更远远胜于 我们专业人士的学生 因为托儿所的时间 更长 但没想到 我们进入托儿所 是一个神迹 因为我们所在的 这个区域的周围 我们曾经去看过了 几家 大概三家 四家托儿所 只有这一家 最后我们选择的 一家托儿所 是当时按照 按照就是说 这个 按照这个 人眼所看得见的 条件来说 是最不可能的 一个托儿所 而唯一这个托儿所 是教会的托儿所 是教会的 在教会里面 我记得当时 我跟邓荣 邓荣跟阎兵 跟他提讲 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 我想 我们多一个 力量 从神来的一个 支持的力量 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信息 我们也非常的认同 其实当时我的心里 特别是王宁的时候 王宁呢 就觉得说 这个托儿所 设施非常的陈旧 卫生条件不够好 又是地下 半地下 但是我说 这是因为 他是教会的 我想这是我的首选 其实当时 严明跟能荣 给我们的是 同样的一个建议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这样一个 其实这里边 我们也不知道 接下来是怎么样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托儿所里面的老师 就是当时 这个新生堂的 一位姐妹 最后到了 这个重生堂 就是说 是我们的姐妹 是身为我们 安排的一位姐妹 来成为 我们孩子的 这个托儿所的老师 不但如此 这位姐妹 并且后来成为 我们这个孩子 训练的 一位专业训练老师 就是说 既是托儿所的老师 又是我们的训练老师 我每次跟王宁 我们在家里 来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 我们无论如何去寻找 我们都无法来找到 这样的一个安排 因为我们的孩子 我们最关注的 不是说 他在托儿所里面 是学什么东西 学到什么样的知识 而我们最关心的是 这个孩子 不受到 不公平的对待 因为这个孩子是 没有自理 没有自慰 能力的孩子 但身为我们 预备的这样一位姐妹 却是 让我们觉得 比在家里 更让我们放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家里 可能我们会忽视 在家里可能 更让我们揪心 是因为孩子自己 就躲在一个角落 但这个孩子 在这个托儿所当中 在训练的当中 有这样的一位姐妹 我 我 我 曾在一次见证当中 我说 这是 我们孩子的 第二个妈妈 非常的有爱心 甚至是 不单单有爱心 并且是 非常的有智慧 从神来的智慧 从神来的能力 比我们 会教孩子 比我们 会照顾孩子 因为孩子 一开始的 这个自己 这个用餐 自己吃饭 用勺子 不是在家里学会的 而是在 托儿所学会的 第一次开始 领着上厕所 不是在家里 开始的 而是在 托儿所开始的 就是在这位姐妹的 爱心的 关照之下 开始的 第一次的发音 第一次喊出 这个声音 不是在家里开始的 而是在 教会的 这个托儿所开始的 也是这位姐妹 来为我们 所成就的 也是说 神来接着 这位姐妹 为我们所成就的 所以我 从心里面 我 跟神 也是在众人面前 我要来 尊荣 来感谢 感谢 这位姐妹 虽然这位姐妹 今天不在这里 我要来尊重她 她的名字 就是 姚强 还是在这样的 这个孩子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没有忘记 神的恩典 没有忘记 这个孩子的名字 从今年的 二月 三月 开始 也算是正好 这个孩子 这个确诊 或者说 即使确诊 又是进入到 这个托儿所 一周年的时间 之后 这个孩子 突然在 许多的地方 有一个突破 在许多的地方 有非常大的突破 她的这个发音 就是在 三月前后 开始的 她的这个 自己 在家里 可以用勺子 来吃饭 自己可以 来吃饭 也是 那个时候开始的 因为这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 令我们 振奋 非常令我们 受鼓励的 还有我曾经在一个小组 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 它 跨越的那一小步 是在一个游乐场 是在一个滑梯旁边 就是 登上滑梯的 那个台阶 越过一个缝隙 大概不足 二十公分的 一个缝隙 跨越到一个平台 对于一个 接近四岁的孩子来说 那是 轻而易举 但是对于 我们这个 神的恩典的 一个孩子来说 现在还处在 一个特殊的 状况当中的孩子来说 那却是 一个非常大的 突破的一步 我当时在这个 游乐场里面 我鼓励 我也来 催避他 非常长的时间 我训练他 在同样一个地方 我训练他 大概超过二十次之后 他才踏出那一步 我想 对于我们 做父母的来说 我们 我们最不愿意 去的一个地方 我跟王宁 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就是游乐场 为什么呢 因为 在游乐场里面 我们看到 比我们小的 小的多的 他们的这个 灵活的身姿 他们交件的步伐 他们这个 欢快的身影 都对我们 是一个 深深的 刺痛 因为我们 每一次 把我们的孩子 带到游乐场的时候 他都是在 要不就是在一个地方 不动 要不就是 围着一个东西 来转圈 所以当这个突破 开始之后 神在这个孩子身上 继续来动工 在许多的地方 让他有更多的突破 包括发音 特别是在发音这一方面 我想我们的孩子 接近四岁 八月份四 四周岁 现在实际上 我不知道他 是不是知道 他所发的这个音的意义如何 但这不是我所在意的 我想说的是 通常我们将这个孩子 放在人情当中的时候 与不管是哪里的人 同龄 比他大 比他小的孩子 在一起做参照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都在躲避 我们来躲避一件事情 就是躲避 其他的孩子 来躲避 特别是躲避 其他孩子的 那个 欢快 不管是声音的 不管是肢体的 不管是 与人的 与同龄孩子的这种沟通的 我们都在躲避 因为他 无法融入 同龄的孩子 无法融入 我们有时候强行要让他跟同龄的孩子 比他大眼小眼的孩子来沟通的时候 他都不能够跟他们 打成一片 或者说 即便是身体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们的沟通 却是不存在 因为这就是自闭症的 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 我还是说 我没有忘记我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在 三月份之后 今天三月份之后 一直到如今的时间里面 我也相信 不但那神在 我的孩子身上 来动他的功 而且 他也借着我的孩子 在我们的家里面 在我跟王宁的里面来动 因为这个孩子是我们的恩典 这个孩子是我们的恩典 到现今 我说 不是说 这个孩子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骄傲 不是这个孩子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荣耀 因为荣耀是属生的 但是这个孩子就给我们带来了 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来突破的 应该来改变的 应该在神面前来认罪的地方 所以 我们这个孩子的恩典 渐渐地在我们家里面来显摆 让我跟王宁 我们夫妇两个 让我们更多地来看到 我们自己 在神里面是如何的一个自闭 在神里面 我就看到了我自己 在属灵的层面上 就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 我想我在属灵的声量上 我不应该是一个 还不会说话 不应该还是一个 不能够用眼神去沟通的一个孩子 因为 我本身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不单单如此 我的父母 都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那么不言而语 就是我的爷爷 奶奶 我的外公 外婆 他们都是基督徒 但是我走过我的这个人生 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 人生的所谓的这个祈福 所谓的或者是这个成功 我没有经历过 因为我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被孕育出来 在风平浪静的环境当中来成长 就像是温室里面的 这一个花草一样 没有经历过风浪 没有经历过严寒 但神要让我如何来突破 我自己 我自己的这样一个障碍 我想神 我非常的坚信神 给我的这个恩典 来成为我要突破 要靠着神来突破 要借着神给我的这个恩典 来突破的 这个机会 我 我相信今天 我在这里为大家来做这样一个分享 不是最后一次的分享 关于我们孩子的事情 不是最后一次 虽然我们的孩子现在还是一个落后的 还是一个缺乏的 还是一个软弱的 在相比较于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来说 但是 这是源自于神的恩典 而神的恩典 是完美 神的恩典是丰盛的 神的恩典不是软弱的 神的恩典不是缺乏的 所以我相信我的孩子 神在我的孩子身上 他的计划 他的旨意 没有停止 不单单让我们做父母的 在现在我们这个孩子身上 来得造就 来得祝福 并且 我这个孩子本身 他自己 要成为神的一个见证 他自己要用他的口 来向神 来在人的面前 来述说 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 这一天 在神的手中 这一天 不会久远 因为我的神 是可信的 我的神 是慈爱的 我的神 是真实的 在现在这个状况当中 我的灵 我的心 要向我的神 发出赞美 要向我的神 发出感谢 我的神 我的神 我愿意你 按照你的旨意 来成就 你奇妙的 事情 我的神 我相信你 像我 和我的家 所怀的一年 是赐平安的一年 是赐福的一年 不但如此 我的神 愿你使用我们 成为你的一个器皿 来造就更多的人 让我们这一家 在主的宝血里面 来成为你的一个见证 成为你的一个器皿 我要来赞美你 我不单单要用口来赞美你 我要愿意 以我的生命 来赞美你 哈利路亚 谢谢安生弟兄 安生弟兄 给我们带来非常感人的见证 我们真的有时候会想 我们一直像我们的神 我们神这么看护我们 祂要赐福给我们 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苦难 真的圣经里面 我们的神他并没有应许 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我们这些基督徒 在这世上没有苦难 但是他却应许我们 在这世上有平安 所以刚才安生弟兄 他也说到 我们这位神 他就是向我们怀着的一年 就是赐平安的一年 他给我们这样的平安 那我想的话 如果孩子是自闭症 那么做父母的心里面 确实是一个很极大的这样的挑战 我觉得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的话 都有自己一个 对祝福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我们认为 美貌 金钱 健康 这是理所当然的 聪明 才智 才华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祝福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我们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掉落到一些 不好的一些事情里面 可能我们有了一个 生病的孩子 有了一个脾气不好的配偶 可能我们有了一个 陷入财务危机的家庭 我们常常为着这些事情 我们就觉得 我们远离了神的祝福 我们不在神的祝福里面了 我们觉得我们 我们是倒霉的 用世人的话说 我们可能走悲孕了 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神却允许我们 万事都互相效力 是要让我们得益处 我们得什么益处呢 我刚才在听 安圣弟兄分享的时候 我里面就有很极大的一个感动 当他形容到 他在他孩子有一个跨院 因为我也是做父母的 我们这中间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做父母的 就是说 当他孩子跨四岁的时候 跨过一个小的一个间隙的时候 他心里面有了极大的这种喜悦 极大的感恩 所以说就这一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神真的是赐福给他 给了他一个独特的眼光 给了他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 因着我的孩子跨过一个间隙 他一岁的时候就可以 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 我从来没有为着这个觉得 好像我需要来感恩 我从来没有说是我需要 二十遍不断的耐心的来教他 做一个很小的事情 我从来不需要这些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刚才安生在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我里面有个极大的缺乏 我说缺乏 一个神所给他的一个赐福 就是给他了一个感恩的心 也给他了一个爱在他里面 他因为这个孩子 有一个需要在这里 需要他付出爱 所以这是一个祝福 就是一个家里面 你知道我们拥有了一切 这世上的一切 我们拥有了美貌 我们仍然可以变成不美的 我们拥有了健康 我们一定还会走向不健康 我们拥有了钱财 我们一分钱都不会 从这世上呆走 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拥有了 但是没有爱 那我们 就是一个 什么都算不上的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当 安生弟兄在这分享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这想 我说真的是神 祝福他们 垂听他祷告 真的就像他这个 给孩子起的这个名字一样 一切都源于神的恩典 当我们来回应神的时候 一切都源于神的恩典 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 让他丰丰富富的 让这一家人都住在爱里面 我们经常唱的一个歌 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在这里 有多少人尝过天堂的滋味 但是我们相信 他们尝到了天堂滋味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我们感谢主 好 我们最后还有一位见证 是金阿姨 金阿姨来给我们 把时间交给你 多么有些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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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